各位朋友大家好 说到玻璃心 大家都会联想到最近爆红的一首华语歌曲玻璃心 马来西亚华人歌手黄明志和台湾歌手陈芳雨 他们最近合作演唱了一首歌曲玻璃心 现在观看次数已经突破了2000万次 一下子闯入了油管的世界热门歌曲排行榜第14名 也是唯一上榜的中文歌曲 这首歌就是讽刺中国大陆小粉红他们的玻璃心 同时他也是讽刺习近平心态脆弱 完全他就是一个碰不得的玻璃心 这首爆红的歌曲大家一定也都听过 所以也就不说歌曲本身了 而是说一下小粉红和习近平的玻璃心 在这个玻璃心的背后呢 其实就是一种自卑感 说白了就是他没自信吧 总觉得是别人看不起他 因此这种玻璃心的小粉红 他面对世界总是带着一种愤怒 总觉得世界上的人都看不起他 动不动 就是说世界上的人要侮辱我们中国人 就是让他们的玻璃心很受伤 这些小粉红认为呢 过去中国人因为穷所以被看不起 可是现在我们中国已经脱贫致富了吗 已经世界第二了吗 为什么你们还看不起我们 为什么你们还要小看我们呢 所以他们感到很愤怒 于是呢 这些小粉红就要针对世界破口大骂 这个大骂的背后 就是他们要争一口气嘛 要是让世界你们不再小看我们 小粉红就认为呢 如果我们不来点什么张牙舞爪啊 不来点破口大骂 这个世界就会认为我们好欺负 就会看不起我们 就要小看我们 所以呢 他就要用这种破口大骂来显示 我们中国人的厉害 要领教 就是让世界领教 中国人是不好惹的 让你们不敢看不起我们 这样一来 我们一骂世界就要尊重我们了 就不敢再小看中国人了 最近网上热传一张照片 就是中国一辆小粉红的卡车上 写着一个很彪悍的口号 别想惹中国 你输不起 这个口号背后 其实就是一个输不起的玻璃心 说实话呢 中国人在世界上现在确实是有一种被看不起的倾向 除了政治上的独裁和战狼外交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假货制造国 据美国有关部门统计 美国90%的假货是来自中国 全世界80%的假货也是来自中国 几乎每个人都买到过中国制造的假货 那么在世界上的人看来呢 中国人就是一群制造假货的骗子吗 就是祸害世界吗 那么一个祸害世界 一个假货骗子 你怎么能让世界上的人看得起你呢 美国制造德国制造日本制造 那他们都是货真价实的真货 所以这些国家也让世界上人尊重他们 因为他们都吃的东西没有骗嘛 那中国人假货仿货美国 仿货德国仿货日本的产品 不仅是侵犯了这些国家的知识产权 同时也让全世界就看不起中国嘛 你们中国人就会造假 没有什么别的本事 如果有一天中国也像美国 德国日本那样 他只做真货不做假货 那中国人也应该能赢得世界的尊重 就是让世界会看得起了 那面对世界指责中国造假货 北京不但没有反省 还要反驳说 我们中国也是假货的受害者 如果北京诚心诚意 接受世界的批评 表示我们要努力来消灭假货 这个也还能得到世界的一些尊重 可是北京却来个强词夺理 说什么中国也是假货的受害者 那就更让全世界看不起了 北京它是一个统治能力 非常强的独裁政权 人们在网上说一句对政府不满的话 甚至一张图片都要被举报被查处 如果北京把这种强大的言论查处能力 放到对这个假货的查处上来消灭中国的假货 应该说并不困难 那为什么北京对中国这些假货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不管呢 这就是因为这些假货能够替北京赚钱 赚来外汇呀 有人估计呢 中国的假货创造的GDP 要占整个GDP的四分之一以上 所以北京也就放任这些假货不管了 反正假货骗外国人的钱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那么一个国家的政府 你用这种非道德的方式去赚钱 当然也就会让全世界看不起你嘛 中国的那些小粉红买到了假货 你也要骂几身骗子吧 你说全世界的人买了中国制造的假货 人家当然就要骂你中国嘛 有人说呢 毛泽东时代 中国在世界上更让人尊重 那至少毛泽东时代 中国没有在全世界卖假货嘛 现在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 它不是一个很正面 很健康的好人的形象进来的 它是一个卖假货的骗子的形象进来的 那怎么能得到世界的尊重呢 如果说中国承认 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不佳 进去卖假货 没有什么就是干一些让世界尊重的事情 那么这样的谦虚的态度呢 也可以想办法我们改进一下 这个还算是有救 可是这些小粉红啊 偏偏要求世界要尊重我们中国这个卖假货的骗子 这样的要求也就没有救了嘛 那只能让这个脆弱的玻璃心是越来越脆弱 我们说了中国小粉红这个玻璃心啊 再说我们伟大领袖习近平的玻璃心 上面就说到了玻璃心的背后就是一种自卑感嘛 他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 其实习近平已经到了接近皇帝的地位了 他应该有自信啊 谁还敢看不起习近平啊 可是习近平偏偏没这个自信 他虽然当了这个定一尊伟大领袖 但他内心里面的这个自卑感总是叫个挥之不去 他老要表现出来一个碰不得非常脆弱的玻璃心 习近平的玻璃心的表现之一呢 就是当了伟大领袖 他还要自我吹嘘还要吹牛 一般来说啊 那些自我吹嘘吹牛的人地位都比较低嘛 他就怕别人看不起他 所以我就要吹一下吹嘘牛 把自己的本事吹大一点 让别人能够看得起他 那么一个人一旦成了每个 就是某一个行业的顶尖人物 那就不需要再吹牛了嘛 比如说爱因斯坦不需要吹嘘 我的脑子有多聪明 马云也不需要吹嘘我多有钱 因为你不吹大家也都知道吗 爱因斯坦脑子肯定绝对聪明嘛 马云肯定绝对有钱嘛 根本没有必要再去吹牛 就是吹自己了 可是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国最顶尖的 最有权的独一无二的老大 他却还是要自我吹嘘吹牛 就是那种心虚的表现了 比如说在2018年5月2号 到时候习近平考察北京大学 他和大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啊 习近平就吹嘘自己 说15岁的我已经有了独立思考能力 这个意思呢 就是习近平吹自己很聪明啊 我很有思想啊 15岁我就已经有了思想了 你像习近平这种独裁国家的领导人啊 你要吹嘘 那全国有这么多媒体替他吹嘘 替他歌功颂德嘛 根本不用你自己出来 自己吹自己嘛 亲自出马 亲自吹自己 说是自己很聪明 这这样子吹嘘啊 就表现出习近平真是没有自信啊 真是表现出来一颗很脆弱的玻璃心 这就像马云他要吹自己很有钱 人们反而怀疑马云 你到底是不是真有钱呢 所以说习近平这种自我吹嘘啊 其实就表现出来 他那个玻璃心 他心里头啊 总有一种 就是一种没有自信啊 他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 所以就要用这种自我吹嘘 来填补他这个自卑感 那习近平最大的自卑之一呢 就是他刚小学毕业 就赶上文革 停和闹革命 所以结果习近平的文化程度呢 就是一个小学水平 习近平对自己这个文化程度低的一种自卑啊 经常是不知不觉表现出来 比如说习近平在国内外不同的场合 他总是要吹一件事 就是说他是最爱读书 他读过很多的书 习近平在外国人 就是对外国人亲口说啊 就是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而且他还要具体的说 我读过一些什么书 在外国人面前要背书单 比如说在2015年10月21号 习近平在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 在伦敦的晚宴上他就发表讲话 他就说呢 读 读梦的思旧 福尔泰 卢梭 狄德罗 圣西门 弗利叶 沙德 等人的著作 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 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 读蒙田 拉风丹 莫里埃 斯汤达 巴尔扎克 雨果 大宗麻 乔治桑 福外楼 小宗麻 莫伯桑 罗曼罗兰 等人的著作 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 习近平列书这么一长一长串 就是外国思想家 文学家的名字 就是表现了 他读过很多书啊 这些人的书他都读过 就是要自我吹嘘 表现他是很有一个 就很有学问 读了很多书嘛 在2014年10月15号 当时候习近平就学毛泽东召开一个文艺工作座谈会 在这个会上呢 习近平又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 其中又罗列了一大串的外国的名家 习近平说 罗罗斯有 普希敬 国格里 莱蒙托夫 图格涅夫 托斯托耶夫斯基 涅克拉索夫 赤尔尼雪夫斯基 托尔斯泰 齐克夫 高尔基 肖洛霍夫 财克夫斯基 林姆斯基克萨克夫 拉赫马尼诺夫 列宾等大士 法国有 拉伯雷 拉丰丹 莫里埃 斯汤达 巴尔扎克 雨果 大中马 小中马 莫伯桑 罗曼罗兰 萨特 加妙 米勒 马奈 加德 赛尚 莫奈 罗丹 伯辽兹 比才 德彪西等大士 英国有 乔首 米尔顿 拜伦 雪莱 祭祠 伊根斯 哈代 肖伯纳 透纳等大士 德国有 莱辛 哥德 西勒 海涅 巴赫 贝多芬 舒曼 瓦格纳 柏拉莫斯 等大士 美国有 霍桑 朗费罗 斯托夫人 惠特曼 马克 土温 德莱塞 捷克 伦敦 海明威等大士 我们看这个习近平啊在这个文艺座谈会这个长篇讲话中 落了这么一大堆的外国的名人就是说明这些人书他都读过表示他有学问 而且习近平还要在这个文艺座谈会的长篇讲话中又落就是罗列了一大串中国的名家 习近平说 中国就更多了 从老子 孔子 庄子 孟子 屈元 王羲之 李白 杜甫 苏氏 兴契基 关汉清 曹雪芹 到 鲁迅 郭摩若 矛盾 八经 老舍 曹宇 到 涅尔 显星海 梅兰芳 齐白石 徐悲鸿 从诗经 楚辞 到汉父 唐诗诵词 元曲 以及明清小说 从哥萨尔王传 马纳斯 到江戈尔史诗 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 产生了灿弱新城的文艺大势 留下了好如烟海的文艺精品 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资养 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在这中间呢 习近平还把这个 哥萨尔王 就误读为萨格尔王 也成为一个笑话 那习近平 罗列这么一长串的中外名人的名单 就是说 要吹嘘一下嘛 就是表现出来 我读过很多书 很有学问 来掩盖 他这个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 但问题是 一个人这个文化程度 还真是很难掩盖的 你要是不张嘴 说话还好 一张嘴那文化程度低 马上就露馅 很难掩盖 所以习近平在公开的讲号中啊 他经常读出错别字 把一些经常用的字都读错了 习近平等于念稿啊 你念稿还念了这么多错别字 就表明习近平文化程度 就是比较低的嘛 那很难掩盖的 可是习近平他那个自卑心态 那个玻璃性又错怪 他越是表现得要经常有错别字呢 他还经常要出来表演 就是要争一口气 显示呢 他是很有学问的 结果是习近平越表演 是越露馅啊 等于是越抹越黑 习近平玻璃心的表现之二 他就是没有领导人 那个不怕挨骂的胸襟 在现代社会当领导人呢 没有不挨骂的嘛 越是大国的领导 那越要挨骂 美国总统是全世界挨骂最多的人之一 所以呢 凡是你要竞选美国总统的人 你就要有一个骑马的胸襟的气量 就是不怕挨骂 那不在乎别人怎么来骂我 如果一个人在乎挨骂 你就千万不要去竞选总统嘛 今年1月呢 俄罗斯就爆发了一个反普京的抗议示威 人们取着各种各样丑化普京的画像 普京对这个事情根本毫不在意嘛 因为普京有自信啊 我的形象不是你们这些人 举一个丑化图就可以把我丑化得了的 可是习近平对他自己的形象毫无自信啊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像涉及到 要丑化习近平的东西 他都绝对不能出现的 比如说深受西方儿童喜爱的卡通动画人物 叫小熊威尼 在中国就突然受到屏蔽了 北京就禁止一切有关这个小熊威尼的照片 出现在中国任何的社交媒体上 北京的官方也没给出任何的解释 说这是为什么不能出现小熊威尼 但是人们也都知道 就是因为小熊威尼形象和习近平比较相似嘛 习近平就认为呢 这个小熊威尼就是要讽刺他的 所以就要禁止一切小熊威尼照片出现在中国任何的社交媒体上 这个禁止小熊威尼啊 就不让出来习近平那个玻璃心非常脆弱嘛 连这一点点容忍这种讽刺 或者是容忍对他这种嘲笑的这个胸襟都没有的话 你结果是反而迎来的全世界更大的嘲笑 其实习近平这么做是一个相反效果嘛 他要是不去封杀这个小熊威尼 其实也没有多少人会把这个小熊威尼和他挂钩了 习近平越要封杀小熊威尼 反而把他的形象和这个小熊威尼已经紧紧挂钩了 去年7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贴了一个他们家的小狗 玩弄这个小熊威尼的照片 这个照片一下就变成了辱华照片 变成了羞辱习近平了 所以我们从小熊威尼都要被封杀 也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他那个心态真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玻璃心 还有李克出身的网友在社交网络平台知乎就提问说 他说如何清洗这个习近平 那么这个问题马上就被什么违反互联网的相关法律法规 又就遭到了404给屏蔽掉了 因为这个问题中这个习近平就是被怀疑是谐音习近平 前面又有两个清洗这个字 好像怀疑就是说要影射清洗习近平 所以遭到封杀 这样的封杀就是一个草木皆兵的地步 就是表现出来习近平极不自信 那个玻璃心脆弱的一点都不能碰 那么一般来说独裁者在国内当然完全都要对他歌功颂德 但是到国外人家不买他的账 所以一般独裁者对外国人怎么评论他倒也不在乎 那比如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媒体当然都是对毛泽东是歌功颂德 但是国外的媒体那很多也是大骂毛泽东的 所以毛泽东对骂他的这个外国媒体也是不在乎 特别是当时台湾的蒋介石一直就是骂毛泽东是共匪啊 还要什么杀猪拔毛 毛泽东对蒋介石这么骂他他也不在乎嘛 1972年2月到时候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 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就会见了这个尼克松 据当时档案披露的双方就谈到了蒋介石 尼克松就问毛泽东 就是蒋介石把主席称为共匪 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呢 中文来就插话说呢 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蒋介石集团 毛泽东就笑着说呢 其实啊我们跟他做朋友的历史 比你跟他做朋友的历史长得多 由此可见呢 毛泽东对蒋介石骂他是共匪杀猪拔毛 是并不在意并不生气的 这是一个骑马的胸襟嘛 可是习近平就没这个胸襟气量 他不仅是不能容忍国内的人评论他 连国外的人评论都不行 不久前呢 德国有一本关于习近平的德文的新传记 就要计划呢 在德国的大学通过一个读书会 来推荐给读者 结果呢 这个在线的读书会就遭到北京的压力 被迫临时给取消了 这个书的出版商就说呢 他们写这个传记啊 并不仇视中国政府 而是适当均衡的 但是这种适当均衡的报道 对习近平来说已经不够了 习近平现在想要的是国际社会对他的个人崇拜 就像在中国那样 所以现在呢 习近平连外国人怎么评论他 他都要出面干涉 这种说法呢 就是表现出来习近平啊 真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玻璃心 意大利文学家但丁有一句名言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这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 应该是国家级 就是国家领导人 这种最高级别的人呢 他应该有了一个心理素质 可是习近平偏偏就缺少这样的心理素质 他特别在意别人是怎么说他 以至于自己的路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最近习近平又缺席两场世界领导人峰会 G20领导人峰会 还有联合国气候峰会 据说这个理由啊 就是担心啊 他要为西方的领导人围殴 和西方领导人同处一时 他也觉得很不舒服 显然的习近平的心态是太脆弱一点 作为国家领导人 越是到了这种情况 就越要表现出来一种敢战斗的精神 我就偏要去 我们看当年川普总统在G7峰会上 因为和各国他发生贸易战 就遭到了G7各国领导人 对川普的围攻围殴 但是呢 川普总统表现出来一种 叫做神闲气定 那个态度根本就不在乎 我们看了这个照片就可以看出来 川普啊 就是具有这种领导人 应该具备一个应对逆境的一个超强的心态 如果说习近平参加这一次的G20峰会 面对各国领导人对他围殴的话 他也能拿出川普那样神闲气定 那倒是让人佩服他的 可是呢 习近平的心态啊 就是一个非常脆弱 一个玻璃心啊 不要说他经不起围忧 就是一两个人向他发难他都受不了 因此不得不让人感叹吧 习近平他是要干成一个千古一地的霸业啊 他要当一个空前绝后的超级的伟大领袖 但是他偏偏就有一颗非常脆弱的玻璃心 那么习近平这一颗脆弱的玻璃心真的能撑起他这个千古霸业吗 这就不得不让人替他担心了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